三重区公所照顾独居长者 除了每日的送餐 每年还会举办一次的旅游活动 而这次前往的新竹地区游玩 并且在前三重市长李乾隆的赞助之下 在当地享受了美味的午餐 长者们一走下游览车 就可以看到三重区长刘莱通 以及前市长李乾隆 在餐厅门口迎接 和长者们亲切问好 闲话家常 那你老家哪里啊 三栋 三栋 青岛 102啊 真的还假的 看不出来像八字嘴 好 继续保养 三重区公所照顾独居长者 特别利用重阳节期间 为长者安排一年一次的旅游活动 今年前往新竹地区游玩 并且在前三重市长李乾隆 以及正发实业有限公司的赞助下 在当地享用美味午餐 这个活动 还是要非常感谢 先社工李乾隆董事长 因为他这个多年来 每一次都是最关心我们独居长辈的 那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午餐费用 都是由先社工李董事长 以及正发实业 他们共同负担 那我相信我们的长辈都会非常的开心 最要感谢的是这个 慈慧志工 持续这大概将近200位的志工 持续不断 连续了15年 为这些独居长者来送餐 他们这个服务的精神值得大家来鼓励 那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独居长者的送餐 这个基金 还是由社会各界来捐助 没有用到公家的钱 这个是我们三重 值得最骄傲的一个 最美丽的一个 一个这个慈善工作 由于大部分的独居长者 平日很少外出旅游 因此大家都非常珍惜 这样难得的机会 你每年都有来吗 每年都有来 对啊 你感觉这个多长时间 一半年身体不好就没来了 对 初来七天很高兴吗 有啊 十分高兴 因为你有十八岁 我都来得多 对啊 黑市好像说公司叫的 对吧 大家也欢迎的 都有啦 还要吃 还要链 对啊 这些还不用钱 那我更加也爱 在志工的陪伴下 长者们有吃有喝又有玩 也感受到社会各界 满满的爱心和关怀 记者省就你们会 新竹采访报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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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